桃園市議員劉曾玉春在市政總質詢時 爭取新南國中舊校舍活化使用 因為新南國中即將簽校 但裡面有更多設施跟建築仍然堪用 甚至原本的南區特殊教育中心 還有完整的無障礙設備 希望能改造成日照中心 並且將原有的教師停車場 變成機車路考訓練中心 因為它現在的 它現在的裡面有 新南國中目前有一個特殊教育中心 這個建設其實它的 因為它民國八十幾年的時候才落成 所以其實它的建築是還可以用的 所以還可以用 我是建議未來這個地方 是不是可以作為我們的日照中心 因為它裡面的設施 說實在的已經現有的設施都還不錯 可以朝這個方向 可以這一個 如果我們社會局有需求評估過之後 我們教育局願意來協助 我還有提到就是 因為我們現在造勢力最多就是 騎摩托車 騎摩托車 現在騎摩托車 很少教練場 幾乎都自己在外面 自己在外面自己練自己騎 那現在我們教育局 交通的耗制也非常的複雜 所以這些騎車的人可能對這個耗制也不是這麼的清楚 那我曾建議就是說我們是不是有一個機車的教練場 你們有談到沒有這樣的場所 剛好呢 我們新南國中有一個學校裡面教職員一個停車場 它這個區塊呢跟我們未來在平鎮的一個訓練中心非常的雷同 所以我建議在這個地方呢可以做一個機車的一個教練場 那個我希望你們把它列入你們的考量 那還有呢就是有關喔 另外學校內的禮堂有完整的運動空間還有舞台空間非常寬廣 因此議員也建議能夠保留原本的功能變成中府里活動中心 其餘空間還能做停車場跟公園也是另外一種回饋地方的概念 那那個地方我希望它我希望它能夠保有原來的這個作用 就是活動中心可以讓呢中府里的里民去使用 因為中府目前沒有活動中心喔 那中府呢因為它面臨就是我們的殯葬園區域 它常常在爭取喔希望台灣市政府給予回饋 那我認為你這樣的做法會它會感受到我們政府 對它的一個善意 那所以我在這裡建議就是我們未來喔 我們的新南國中的舊校地 第一它的禮堂能夠作為我們的籃球場跟我們的羽球場 現在設施已經都完整在那邊 現在就是這樣的一個設施 還有呢它的那個活動中心 里民的活動中心讓他們來沿用 因為它的空間里民活動中心喔 它的這個空間的門戶它是獨立的 它不跟學校一起 所以未來我希望我們朝這個方向去做評估 哪有呢剩餘的我們可以做停車場 我們可以做公演用地 針對議員的建議 桃園市教育局表示 原本這個校地就是要撥用給有需要的單位使用 會跟財政局等相關單位討論 舊校舍的空間利用跟規劃 接著HEIT 投影報導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